英國全國各地都在宣告新王登基 從蘇格蘭到威爾斯 再到北愛爾蘭 查爾斯三世國王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領袖 查爾斯三世國王回到倫敦白金漢宮 民眾沿途夾到歡呼 儘管從民眾到專家都認為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留下的典範十分完美 讓新王查爾斯壓力很大 不過女王過世至今 新王的表現讓民眾十分滿意 對於未來也感到鬆了一口氣 專家分析 雖然新王查爾斯三世關注的議題十分貼近年輕世代 但是對於王室的未來最關鍵的人物 其實是新任的王廚威廉 威廉王除貌似母親戴安娜王妃 從出生起就備受全球關注 很快成為王室中最受歡迎的成員之一 英國最新民調就顯示威廉夫婦受歡迎的程度 僅次於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不僅比弟弟哈利王子高出許多 也比新任國王高出約二十個百分點 不過外界仍然關注威廉跟哈利的兄弟情誼 能否恢復跟過去一樣親密團結 威廉與哈利兩對夫婦 魁廉兩年多的時間再次同框於溫莎堡外 讓民眾十分開心 哈利與梅根婚後大搞脫嬰 還頻頻爆料王室對待他們不公平 兩兄弟似乎漸行漸遠 凱特跟梅根這對手禮也讓外界大船不合 不過在女王過世的此刻兩對夫婦終於破冰共同現身 展現王室團結 有專家就表示女王葬禮時 哈利跟梅根會坐在哪裡 將是外界下一個關注焦點 TVBS新聞與司令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恆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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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